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西班牙多个地区爆发森林大火 在北部地区阿斯图里亚斯 软起了90多场的野火 根据官方的消息 火灾是人为纵火 再加上高温和干燥的天气 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当地部分道路已经封锁 一些城镇的居民紧急疏散 超过600名消防员被调派到各地灭火 当火来到我们的城镇 在北部的城镇 我们已经避免这阶段 所以我们避免我们的城镇 在我们的最高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目的 救护这城镇 我们的城镇也必须避免 当地政府的负责人表明 在过去两天 应急服务部门扑灭了十多场的火灾 大多数是有人故意引发的 警方展开了多项调查 但是目前无法确定纵火者的身份 根据以往的经历 纵火是和牧民有关 因为他们想要获取更多的农耕地 西班牙政府日前表示 由于今年的冬天异常干燥 加上气候变化 导致平均温度上升 恐怕会爆发更多森林烟火 就在三天前 西班牙就创下了有史以来 天气最热的记录 气温比正常的水平高出了 摄氏7到14度 警方勾 交下迟 表明仍能定着水平 袋洗净 我要立桃 粉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